美国的GPS应该是现在全世界人民生活最离不开的东西了,不管是平时吃饭,还是开车,其实我们都会依赖于这个定位系统,不仅仅是普通人,就连军队里面也要依赖这个全球定位系统,现在的导弹全都是精确制导的,这个精确制导就需要通过GPS卫星来定位。 美国之所以将GPS供全球使用也是有原因的,很多人以为这个项目是免费的,其实并不是,军队里面使用的GPS跟民用的是不一样的,在定位的精准度上要求要更加精细一些,但是这个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便宜的,这也导致了基本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对美国的这个GPS产生了依赖性。 近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该卫星的升空对我国国防建设意义重大,因为它有助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海洋的一举一动,据悉,作为卫星监测网的第一个成员,很快该卫星将迎来它的小伙伴们,一同组成强大的海洋监测网,而海洋监测网的首要观察目标,自然是这个星球上目前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美国海军,作为一颗身怀绝技的卫星,这个重要的任务对它来说并非难题,21世纪是海洋的实际,谁征服了海洋,谁就能主宰这个世界。 这句话来自于美国海军院校教官,表达了海洋的重要性,对于强大的美国海军,无论再怎么小心它的动态都不畏过,卫星是完成监测任务的最好工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指出了发展海洋卫星的重要性,受到国力限制,在当时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90年代末期,海洋卫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偶先沥血。 终于在2002年,我国的首科海洋卫星成功升空,这标志住我国在海洋信息采集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如何识破军舰的伪装,精准地在海上定位军舰的航行线路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无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费尽了心思,在这一颗看似与其他普通卫星没有太大区别的监测卫星中加入了许多尖端技术。 在这方面发展最快的自然是美国,据称从美国卫星收集到的图像上看,甲板上水手帽子上的帽灰清晰可见。 与美国相比,这次我国的海洋监测卫星丝毫不若下风,这自然是拜科研工作者们日日夜夜辛苦工作,所研发出的各种高新技术所赐,首先是各种感应器,通过它们可以收集到原始数据,具体是从高度,风向,静流,光辐射等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精度较普通商用卫星高出40%,然后传送给分析装置,过滤干扰信息,建立数据模型,再通过高速网络传送给碟面指挥中心。 就这样,海面上军舰的一举一动都逃脱不了这双火眼金睛的视线,考虑到在观察过程中卫星会遭到很多有意无意的干扰。 科研工作者们为卫星搭载了先进的抗电磁干扰晶片,这样就保证了该卫星能够不间断地收集到有效数据。 地面接收处的工作则更为复杂,数据分析人员需要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模型,目的是对近期的环境变化进行预测。 在模型的指导下,军用船只会提前设计好出海方案,避免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 同时,这一系统还会大大加强民用船只出海的安全性、造福百姓。 如果预测到如台风、暴雨等灾害的发生,系统会将信息自动发送到个人移动中端,起到预报的作用。 相比于自然环境数据收集、分析系统,更令人瞩目的是该卫星所配备的船只监测系统。 毕竟这关系到船只的安全出海和航行工作,犹如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它强大的监测能力可以使海面上的情况一览无余地传送到地面。 即使是在大雾、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通过对图像波形的调整,也能得到高清晰度的图像。 那么,具体到监测工作中,究竟有哪些船只是卫星的重点观察对象呢? 首先,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强大航母群。 尽管我国近年来在奋力直追,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有了很大起色。 同时,在积极发展各种反制航母的武器,如何潜艇等,但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依旧是这个星球上独孤球败一般的存在。 现在,有了这套高清稳定的信息采集装置,美军航母的动向将彻底暴露在我国作战指挥中心眼下。 那么,无论是太前船只迎战,还是使用飞弹还击,都解决了打击目标坐标所在这个最重要的难题。 此外,该卫星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到自然环境对其工作能力的影响,使用寿命高达五年,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安插了一个坚固又锐利的钉子,让其不敢轻举妄动,有苦难言。 而与此同时,知己知彼的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展自身的海军力量,不再被美军的虚虚实实所蒙比。 要想研制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光是在发射卫星上面,就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 有些国家是有钱没技术,有些国家则是没钱又没技术。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提出要跟大家共享,他们自然是不愿意自己研制了。 导致到现在,世界上也没几个国家能够拥有全球定位系统。 众所周知,火箭发射后会在高空实现节节分离,最后因动力不足而坠落,成为废弃材料。 所以一枚火箭发射过后,是无法进行回收与再利用的。 但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火箭发射也有了新的变化。 据环球时报11月1日报道,日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航天智能技术创新中心,针对运载火箭垂直回收项目进行了一次技术验证。 只建议每火箭升空,后又稳稳地垂直落回了目标地点,圆满完成了此次技术验证。 现场科研人员兴奋不已。 专家表示,这又是一次重大突破,要知道,火箭发射后因惯性等原因不再受控,要使一枚发射出去的飞弹返回并垂直降落地面,需要对其轨迹进行精确的规划,并进行高精度的相对导航与制导控制,才能实现运载火箭的垂直回收技术。 而在这项技术领域,中国不是首创,美国再一次走在了前列。 在今年的2月7日,埃隆·马斯克带领其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甘乃迪航天中心进行了一次火箭发射,将一枚重型猎鹰运载火箭升空,并成功完成了两枚一级助推火箭的完整回收。 但中国紧跟起上,展开了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很快取得了初步成绩,这也中国再次突破了西方技术封锁,站在了世界前列,为拥有完整的火箭锤直回收技术迈出了第一步。 一旦成功,将助力中国航天发射器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由单一航天运输向航天运输与空间操作相结合地跨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箭锤直回收技术领域,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美国也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猎鹰复久发射并成功回收后,需要进行翻修。 而没发射一次之后,翻修成本就会随之增长。 目前SpaceX表示不会再发射这枚回收过的猎鹰复久,而是研究经过两次发射后的火箭受损程度。 从我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从能独立发射火箭,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卫星系统,再到能独立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并实现各项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才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航天事业,成为继美俄之后的第三大航天大国。 这样一来,美国就掌握了所有国家的一个弱点,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他们的子服务器给关闭,到时候就只有美国的导弹还能够使用,其他国家的导弹全部都会失去方向。 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他们的导弹研制的有多么先进,只要美国不将GPS给他们使用,那么在战场上就是一堆废铁。 庆幸的是,我国跟俄罗斯早就已经洞悉了美国的意图,所以早就开始研制我们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了。 俄罗斯的卫星定位系统叫做伽利略,而我国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北斗了。 就在前段时间,我国还为北斗发射了两枚卫星,专家表示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面,我国将会陆续将北斗所有的卫星全部发射完毕。 跟美国的GPS系统相比,我国的北斗使用的原子中在200万年内的误差也只有1秒,比GPS要更加精确。 除此之外,它的短暴纹卫星还多了5个,不仅仅太空中的卫星可以向地面终端发送充讯,同时终端也能够对卫星发送充讯。 这个技术是GPS也没有的,现在北斗卫星还在不断地完善当中,进行一次次的测试,没有对民众开放,但是既然它已经研制出来了,那么公普通民众使用只是时间问题。 有了这个卫星系统,我国以后发射导弹精准制导也不用受美国GPS系统的威胁了。 现在北斗卫星还在不断地完善当中,进行一次次的测试,没有对民众开放,但是既然它已经研制出来了,那么公普通民众使用只是时间问题。 有了这个卫星系统,我国以后发射导弹精准制导也不用受美国GPS系统的威胁了。